全桃园的富康巴士车辆一共有167辆 原本是一项便民的服务 但现在却传出叫不到车辆 以及车内设备老旧不堪 服务人员数值也参差不齐 对于乘车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今天在议会上议员也呼吁社会局 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桃园市大约有27000名 中重度的身心障碍者 对于富康巴士的需求也大幅提高 目前桃园一共有167辆富康巴士 也持续增加中 但近日接获许多的投诉 包含设备老旧以及人员的服务数值 都影响到使用人的安全 今天在议会上 议员就呼吁社会局必须要落实稽查 167辆当中其实问题真的不小 那除了我们在接选民服务当中 发现他的这个配备的故障 或者是他的这个老旧之外 那是不是我们社会局有去检视过 这些车辆它到底合不合格 合不合法 合不合乎我们身上的朋友来使用 做的会怕 但是又不敢吭声 吭声又怕做 做这个被点名做记号 以后富康巴士叫不到 富康巴士的数量分配不均 也造成许多偏远地带叫车不方便 社会局的局长也说明 目前会持续增加车辆 现阶段桃园的富康巴士 都会互相调度资源 也会对设备以及人员夹以稽查跟训练 目前富康巴士才预约登记 我们南区 我们南区 新屋关阴阳梅是很偏远的 对啊 对没错 就算这样子 其实它南北区可以相互支援 因为南区的车子没有用的 北区需要它可以支援 南区需要车子用光了 然后北区的车子也可以来支援 目前富康巴士才预约登记 对于目前现有的车辆调度问题 社会局也必须优先思考 并且妥善的调整 避免失去了原先的便民服务 造成更多的问题 陶永仙新闻领队 封议会采访报道